Hello大家好,我是凯西 我现在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前两天我做了一期视频 就是到洋人超市和华人超市采购 大家觉得新西兰的物价怎么样呢? 反正我觉得是不低 那我就说说我第一次来新西兰的情况吧 那是在2011年是在惠灵顿 我们住在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公寓里 离新西兰的这个议会大厦呢非常的近 这个议会大厦很有特色 大家都叫它风巢 那我们的公寓旁边楼呢 就是新西兰的这个国防部 从我家其中的一个房间啊 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国防部的同志们在努力的工作 他们呀这个房间啊 都工作的那个工作空间啊 都没有什么帘子 几乎呢就是一览无遗的 跑题了哈 那当我来到惠灵顿呢 我一看那儿的物价呢 我就有点崩溃了 因为我来到新西兰啊 前几年是在 曾经在巴黎小住过一段时间 也是在那个拉登方斯 大家都知道 那地方是巴黎的CBD 物价应该也是很贵的 那但是在我印象里呢 惠灵顿起码要比巴黎要贵一半 后来才知道啊 新西兰实际上是有三大的洋人超市 Pankin Save Condown和New World 那New World呢是新西兰洋人超市里边偏贵的 那我们呢一直就在惠灵顿市中心的这个New World在过屋 当时啊我们住在市中心 那在新西兰呢它同一品牌的超市 在不同的区域呢价格都会不一样 它不是完全统一的价格 因为我们住的这个边上啊 就是使馆区 还有国家的博物馆 Ti Papa 又是呢很好的校区 那离维多利安大学又非常的近 还有惠灵顿的植物园 交通啊非常的便利 所以我们常去的这个New World呢是贵上加贵 当时我就有了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那自己走的路含着泪也要走下去啊 那后来呢我们就到了奥克兰 这边呢Pankin Save特别多 还有Condown 还有很多的华人超市 商超一多就有了竞争 价格呢就便宜了非常多了 那这么贵的新西兰让我这个厨房小白 到了新西兰也不得不蜕变哦 登登登登 那这就是我的杂户铺了 因为在国外呢 大家都会有私乡的情节 说白了就是想那口吃的 在外的人呢 吃口家乡的吃时呢 那永远是最好的味鸡 那我刚刚扯了这么多 今天呢我也比较偷懒 就打算用之前采购的一些肉和菜 做一顿最最简单的餐食 最后我们算一下呀 这顿饭的成本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大家猜猜我今天要做什么 有计量秤肯定是面食咯 面粉300克 酵母3克 糖3克 有助于发酵 水180克 等待发酵 酵母倒入面粉 把面和成团 盆光面光守光 然后我们就等待发酵 我这肉末已经和好了 我呢是用花椒水调馅的 我发现花椒水 比料酒去腥更好 尤其是在夏天啊 它做馅不会发酸 这个葱花啊最好是在包的时候 再放进去 否则啊太早放在一起 味道会有变化 我们都可以看见 外边做包子的那个摊子上 都是葱花铺在这个上面的 等用的时候呢才和在一起 喜欢香油呢 可以多放点香油 这边呢有一个八角排的香油 特别好用 但我在国内呢很难买到 诶 我是不是应该收个广告费了呀 那荤的有了 速的就来一个上海小白菜心吧 切段 下锅 翻炒 出锅了 素菜炒好了 在做包子的同时呢 我又做了一个小米红枣粥 现在是万事俱备纸欠包子了 那包子呢现在已经熟了 我们已经关火了 再等几分钟就可以开了 哇 看上去还不错耶 今天这个面发的感觉也正好 馅料调的也不错 都能看见这个汁水 透过这个面皮已经都印出来了 那我们就装盘 今天有包子 菜心 小米红枣粥 小米红枣粥 很简单的一顿串食 那大家猜猜今天这顿饭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小账单来了 上海菜心 1.99 猪肉末 三牛币 那像小米 枣 还有这些调料啊 煤气辅助 材料呢 我们就一共算三牛币 这些材料呢 在新西兰并不贵 所以呢 在新西兰自己做这么一顿饭是最实惠的 而且呢 也还算比较营养吧 吃完晚饭 出来散散步 已经夕阳西下了 今天天气呢 有点阴 太阳把仅有的那点余灰呢 透过云层都撒在了海面上 还是很美啊 那在今天落日的余会下 我们要说再见咯 凯西感谢您的陪伴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 关注 转发 下期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是凯西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